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买过彩票吗 全世界平静下来就是一块多钱一张 没有任何技能要求 却有可能赢得几千万 以至几亿的大奖 我们澳洲这一期的乐透彩票 奖金池就达到了1亿澳币 几乎全民都参与进去了 我们团队有个逗逼 这是他买的彩票 他居然在彩票还没买之前 就已经想好了怎么花 他连在cbd要买哪栋楼 他已经都想好了 我说的就是你 虽然我们都知道 中奖的概率比雷批中了还要低 但是我们经常有一种冲动 想要试一试 万一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次机会呢 一下子走向人生巅峰 比别人少奋斗几十年不好吗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以为买彩票 一定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放在你手头 有两个选择A和B 如果你选择A 你现在可以毫无风险的 拿走100万美金 但如果你选择B呢 会产生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呢 是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还有一种结果呢 是你可以拿走1000万美金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这个问题我问了身边很多的人 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A 稳妥的拿走100万美金 但是你不能说选B的人就是疯子吧 因为用概率论来计算 B的这个平均回报收益率是500万 所以在今天当下的经济情况下 究竟是哪一些人还在疯狂的买彩票呢 那些中了彩票的人们 最后过得还好吗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今天来跟你说一下彩票 先给大家看一些新闻和数据 最近虽然全球的经济形势不好 但是买彩票的人数变得却越来越多了 而且有很多买彩票的人号称 买彩票才是真正的富人思维 我今天就给你算笔账 看一下每天投资不到两块钱 但是却有可能中到几百万的巨奖 看一下这样巨额的投资 究竟值不值得做 又或者你身边有我这个同事一样的逗B 请你把这个视频一定要转发给他 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 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我们总认为投资彩票是不可能赚钱的 身边好像都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人 才会去买彩票 但实际上真正买彩票的都是聪明人 我小时候家里面有个亲戚 他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有一次亲戚聚会的时候 我去了一次他家的书房 整个就把我震惊了 首先印路连连的是一个超级大黑板 在黑板上写着一大堆的数学公式 和一些彩票的中奖号码 而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 放着几捆用麻袋 扎得严严实实的几包东西 那里面全部都是他过去买过的彩票 叔叔非常的骄傲 他说虽然他没中过什么大奖 但是每一次到了彩票中心的时候 所有其他彩名都会把他当神一样 他就开始出手了 因为他可以精准的算出来 即使我把彩票 现在所有的组合全部买下来 我奖金获得的回报 也是远远大于我的成本的 而且几乎是稳赚不赔 当时他没有这么多钱 怎么办呢 他就在城镇里面 号召所有的老百姓 众筹跟他一起去买彩票 他在70年代的时候 就带着那一群村民 跟他一起中了一笔 1.93万美金的巨奖 在那时候 那真的是一笔 怎么都花不完的钱 后来他和他的家人移居到澳大利亚 用同样的套路 他居然连续中了14次彩票 很多人听到这儿 依然会说这是小概率事件 这依然是赌博 但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商业杂事 对人群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 他们发现一个人的财富程度 跟他喜欢冒险 喜欢赌博的概率 居然是成正比的 所以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 叫做买彩票的背后 其实是一套富人思维 你看一下富人是怎么想的 我们举个例子 就讲当年Facebook的大老板Zagbook 他在刚刚成立了Facebook 4个月的时间 就有人出1000万美金的巨额 要收购Facebook 当时Zagbook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而两年后 雅虎又出资了10亿美金 要收购当时的Facebook Zagbook又一次拒绝了 期间还有很多次的机会 像Google微朗 这些巨头都提出了收购的一个意向 这每一次收购都足以让Zagbook 直接发一笔横柴 下半辈子吃喝不愁 但是每一次 Zagbook都选择了继续往前走 如果我们把开头的思想实验 让Zagbook去做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币 因为这是创业者 很典型的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益 追逐未来不确定性的大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敢说以小博大 是穷人的智商税吗 其实不光是聪明人 时下的年轻人越来越流行买彩票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欧洲地区绝大部分国家彩票的销量 都创造了历史最高值 中国内地彩票的周易 跟同期相比上升了62% 在韩国老百姓里面 有一半以上都是经常去买彩票的 甚至有很多买彩票的队伍 能排出四五十米开外 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还把买彩票当成了一种时尚 甚至还会把彩票 变成一个彩票玫瑰花的形式 送给朋友 成为了一个非常抢手的礼物 很多记者去采访这些年轻人 这背后的思维非常有意思 就当我送给你一个价值 10块钱的彩票的时候 我放弃的可是 有可能赚到几个一的机会 这是多么大的友谊 而这些年轻人对于买彩票的行为 解释也非常简单 就是每个星期花10块钱买彩票 其实对我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 但是万一中了呢 我就可以立马回去把我老板辞了 那彩票到底值不值得去做呢 彩票其实是一种投资行为 对于投资行为 我们要观察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你付出的成本 和你对应的获得的回报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彩票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用这种一块几毛钱的一个价格 让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一边 就是第一年的成本 而让我们忽略了另外一边 就是我们有可能获得它的概率究竟有多小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中彩票的概率就好像你拿一个硬币 对着可乐瓶口进行投资 如果刚巧进去了 那你就中奖了 这个概率看起来很低 但是你硬气足够好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概率 这个硬币会钻进这个瓶口的 但是如果我是让你站在 埃夫尔铁塔上面 像地面的一个可乐瓶里面 投资硬币呢 这时候你的概率就变得几乎没有了 但是我再往前一步 我让你站在太空上面 对着地球上地面上的一个可乐瓶 开始进行投资的时候 你还觉得你能砸中吗 你可能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 但事实就是这样 因为游戏规则永远掌握在 制定游戏的彩票那一方 我们之前提到的彩票之神Stefan 那个移民到澳大利亚 中了14次彩票之后 果然引起了澳大利亚彩票局的一个注意 于是他们直接修改了法律和彩票的规则 弥补了Stefan专的这个漏洞 就是我打不过你 我直接把网线都拔了 彩票局当时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设置了一个人可以单次购买彩票的一个上限 最绝的一点就是增加了中奖组合的数量 就是过去彩票的组合是单一性的 就是你如果买了一组数字之后 别人是没有办法买的 但后来他们变成每个人都可以购买同样的一组组合 这就造成了如果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来分享奖金的话 你的投资回报立马变少了 所以在这些法律和规定修改了之后 Stefan接下来的几次投资全部都是亏损的 其实彩票发行单位改游戏规则 它绝对不是个案 比如2018年的时候 澳洲的彩票中心就偷偷摸摸的把自己的彩票规则改掉了 想中投奖的人 从原来的40组数字里面只要中6组 变成了现在的35个数字里面一定要中到7组 这个小小的变化 采明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 但实际上的你的中奖概率 从原来的7千万分之一变成了1.4亿分之一 这样受益的是谁呢 一定是彩票中心 因为当中奖的概率大幅降低的时候 这个奖金池经常没有人中 所以这个奖金池就一直积累一直积累 而每一次奖金池只要一积累 参与彩票的老百姓就明显变多了 那真实的如果彩票中奖 它的回报率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先忽略这个天价的税收放这一边 因为有一些国家中了彩票 他收的这个税收是非常离谱的 达到70%甚至80% 但是即使你现在不用交税 它的回报概率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一组家庭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新闻 有一个来自英国的幸运家庭 他们这个大家族里面居然在五年的时间里面 连续出现了三个重头奖的家庭成员 千万不要以为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 而是有细心的采明 通过他们的信誓发现了这三个人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你猜对了 这个大家族果然有一个远房亲戚 就是在辅尼彩票里面上班的 不光是英国 2004年的中国就发牺牲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当时有一个叫流量的一个村民 看到了一个报纸上面的一个中奖新闻之后 跃跃欲试的来到了城镇里面买了一次彩票 结果一下子就被他买中了 虽然中的不是最大的那个奖 但是奖金也有12万现金 外加一辆宝马汽车 但是去到彩票中心的时候 彩票中心居然说 你买的彩票已经被别人对走了奖了 就是你的彩票是假的 油亮当时就不干了 挑上了一个电线杆 要死要活的 引起了无数的老百姓的一个围观 当时上了大新闻 于是这些部门没有办法迫于压力 开始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是彩票中心内部的人 在做手脚 他们经常会找人冒名去拧奖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操作好 让这个叫流量的老百姓中了奖 同样的案例 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发生过 最搞笑的是 居然出现了彩票咬奖的活动还没开始 报纸一不小心 提前把中奖者的名单已经公布出来了 最后中奖者的名单又是如此的吻合 你说这样的乌龙事件 不由得让我们去猜想 彩票背后的黑幕究竟有多少 当你面对着彩票中心 这就好像一个从来不运动的普通人 去跟职业拳手打比赛 本来胜负就没有悬念了 对方居然还在赛前 在你的饭菜里面下毒药 根本连让你搏一把的机会都不想给你 如果彩票中心做到公平公正 你是否就可以顺利的拿到奖 那也不一定 201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新闻在加拿大非常轰动 一个加拿大普通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 跟他的同事集资去买了一注彩票 结果一不小心就中了巨奖 让人觉得意外的呢 却是他如实的把这个中奖的信息告诉了他的同事 跟他的这个6名同事一起站上了台 瓜分了这一笔巨奖 每个人都获得了210万加币的一个奖金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早在8年前就已经中奖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中奖 他们就在这样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工地上又默默的打工了8年 而且在这个8年里面 他们这7个人之间还出现了 因为借钱不还这样的事情 搞出了一些财产纠纷 可以看出这8年里面 他们过得不太顺心 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最后福采中心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是因为加拿大福采中心内部做了一次审查 他们就发现从2000年到2006年 整个加拿大一共出现了5713名 中这个投奖的幸运儿 而这里面居然超过了200名人员 都是在这个彩票出售中心的这个超市里面工作的 比如说有搬货架的 有做清洁的 有做兼职收银的等等 这个在彩票出售点工作 中奖的这个概率大大高出了平均人中奖的概率 于是这个彩票中心就开始深入的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这里面很多的人都是过来冒领的 原来有很多的人会利用职务之变把用户购买的彩票 偷过来 因为绝大部分人在购买了彩票之后 把买彩票这件事已经遗忘掉了 但是他们在系统里面却是完全可以查到这些记录的 于是就发生了很多起这个工作人员去冒凝彩票的一个事件 所以即使彩票中心不跟你搞作弊 你中奖之后也可以顺顺利利的拿到钱的概率 其实也不高 但是即使你运气真的好中了奖 而且顺顺利利的拿到了那笔钱 成为了全世界仅有的一些幸运儿 你真的可以躺平顺利的过完这一生吗 当我们把一笔巨款交到一个从来没有拥有过 这样如此巨额财富的人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这个叫William Post的这个老头 当年他用了40美金就中了1600多万美金的一个巨奖 这本来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当年的William中了钱之后 就像所有的爆发户一样 开始买游艇豪宅 而且开始换老婆了 在中了巨奖之后 他居然离了六次婚 而每一次离婚的时候 他的前任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讹他的这笔钱 在William的这个疯狂的花钱 和这个被前妻分割财产的行为之后 他的金钱就不断的在缩水 这时候他身边就有人看不下去了 谁呢 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在想一个问题 与其看着你这样祸祸自己手上的钱 还不如把这钱给我用呢 于是他弟弟就动起了 这个想暗杀他亲哥哥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他弟弟这一次的射杀行为没有成功 但是William却变成了惊弓之鸟 未来只要有人敢接近他 尤其来到他们家 他就会直接举枪就射 这个行为让他接下来又面对了几笔巨额赔偿的官司 再加上他还要支付他前期的赡养费 所以William在潇洒了没有几年之后就破产了 同样的事情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发生 有很多著名的这个国外的节目 都对这些中奖者进行了一个跟踪 跟踪发现 这些中奖者超过十年以上 他们的生活状态基本上都会回到之前的生活状态 甚至比之前的生活状态还要糟糕 事实声明是你真的无法获得你认知以外的财富 即使获得了你也无法守护他 靠运气赚来的权 最终靠自己的实力把它霍霍光了 看到这边有人会说 做彩票岂不是就是一群做彩票的富人 收割这个穷人的工具吗 其实也不是 其实彩票最初设定的初衷是为了社会的慈善 说简单一点就是政府想要去接济一些穷人 但是手上的钱有限 你让普通的老百姓去捐款 别人凭什么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 就是让你一边做慈善 一边还可以说不定中个大奖 同样的思路 后来又被用在了扶植很多的体育项目上面 所以才出现了体育彩票 早在1948年的时候 当时韩国为了筹钱去举办奥运会就发行了体育彩票 向公众募捐 结果这件事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后来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同样也是通过体育彩票 从老百姓那边拿到了27亿的一个筹金 而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 英国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居然跟老百姓那边拿到了15亿英镑的一个筹金 所以彩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慈善 是为了帮助别人 是捐献你的钱 而赢取的那个奖金 只是彩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给你制造一些小小的惊喜的 所以你还觉得你会中奖吗 彩票这东西偶尔玩玩 给自己带来一些生活中的小期待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赚钱的投资行为 那我劝你要醒醒吧 今天做了这一期视频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总结 首先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这套规则 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你去买彩票的时候 彩票的这个提供方 它掌握了游戏的规则 它可以随便的做出调整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 你是不可能战胜它的 而当你开始创业或者进行投资的时候 你掌握的那一套规则 是这个世界在运作的规则 这套游戏规则 是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就发生巨大的转移的 在这一套游戏规则下 当你选择适应规则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了解这个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人的财富 都是随着年龄的上升才能积累起来的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投资回报率 十几年前中个五百万 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可以花好久 但是你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世界通货膨胀是多么的快 就像一个段子里面说的 今天中了五百万 可能连这个房贷都还不完 又或者你如果是一个讨好型能格 就是那种被别人POA的 我告诉你你即使中了奖 那钱也根本就不是你的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赚钱的能力 其实看的是我们赚钱的底层逻辑 很多人被问到 为什么每周都要去买彩票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中五百万的概率 要比我能赚钱赚五百万的概率要高多了 这句话的背后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知道赚五百万的逻辑是什么 但是对于Zagbook是不一样的 Zagbook的逻辑是 即使我今天拒绝了巨额的投资 然后我把这个公司货货没了 我从头再来 我依然具备着这样的赚钱能力 也就是说我从底层再来一次 我依然可以赚到这笔钱 买彩票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买彩票永远无法让你获得更多的 关于赚钱的逻辑 这就好像我坚持跟身边的人去推崇的 分享这个理论 我在三年前开始用分享的思维去工作 把我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时间 用来分享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我过去学到的一些知识 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回报 如果你还没有领取过分享这本书 我会把领取分享这本书的链接 放在我视频的结尾 反正比买彩票肯定要靠谱多了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见 拜了个拜